你好 欢迎来到我在读书 下面继续分享病毒来袭的下半部分内容 有些病毒虽然治病 却不会导致流行病 如狂犬病毒 治病性强 病死率高 全世界每年有5.5万人死于狂犬病 但是在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的公共卫生组织 对狂犬病的监测中 所有死亡病例都是由动物传染 没有一例是人传人的 因此不可能成为流行病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 人群密集居住 交通便利 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 形成了所谓的地球村 为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400年来 医学技术飞速发展 促进了人类健康 挽救过无数生命 却使得有些病毒原来不可能人传人成为可能 主要有 1.注射 免疫接种 输液 输血 以输血为例 目前全世界每年采集大约8000万单位血液 患者在接受血液的同时 也接受了血液中携带的病毒及其他微生物 已知输血会传播的有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乙肝和饼肝病毒 月圆虫这样的寄生虫 以及导致风牛病的软病毒 虽然血库会对常见病毒进行筛查 但也只能筛查已知的微生物 不能排除有未知微生物的存在和传播 2.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比输血的数量少 但是有同样的风险 微生物会随着被移植的器官进入患者的体内 前面曾提到狂犬病毒不会人传人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传播 但是有记录显示 约有一达的狂犬病病毒人传人 都是通过器官移植传播的 这些病例大多数是角膜移植 3.异种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有效 但是器官极其匮乏 有统计 美国大约有11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他们当中每90分钟有一人死去 这就迫使医生们寻找人类器官的替代品 例如动物的器官 书中提到曾经有沸沸的心脏移植 骨髓移植 还有黑猩猩和猪组织的移植 作者担心 为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代价是整个人类物种 有可能出现一种新流行病 值得吗 之后作者提出 还有导致病毒风暴的更大隐患 1.生物恐怖袭击 1993年6月 奥姆真理教在东京东部的一栋八层楼的楼顶 喷洒碳鸡杆菌悬浮液 它们是项世界上最大 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发动了生物恐怖袭击 虽然有宠物死亡 幸运的是没有人生病 2004年的一篇文章说 它们选用了一种相对良性的菌株 而且细菌芽包的浓度很低 再加上喷雾器的喷头堵塞等原因 最终失败了 作者指出 恐怖组织拥有微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极大 微生物武器比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更容易得到 而且能够快速传播 快速起效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它攻击人类是迟早的事 二 微生物实验室 1980年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消灭 从此不再接种天花疫苗 但仍然留下了两套天花病毒 一套在美国疾控中心 另一套在俄罗斯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学研究中心 对于这一潜在的危险 是否要毁掉这些储存的天花病毒仍有争议 有一个名词叫生物学差错 意思是当一种感染源被意外释放出来 并且广泛传播时 就会发生生物学差错 三 在不久的将来 有人会自己动手进行生物学研究 这种情况下 对生物学差错的监控将会非常困难 后果无法想象 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经验指出 病毒风暴即将来临 如果预测和监控不当 后果不堪设想 2005年作者开始筹建全球性监测系统 2007年成立环球病毒组织 是世界卫生组织 环球疫情预警和应对网的一部分 致力于新疫情和流行病的监测监控 最后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 了解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 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健康 努力做到专家们给出的建议 减少与野生动物的接触 接种最新的疫苗 勤洗手 特别是在与人握手 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之后 尽量不用手碰鼻子和嘴 保证饮食卫生 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紧急情况下保持镇静 听从指挥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 更多的好书将陆续与您分享